香港未来的机遇在哪里 当然是发展规模庞大的北部都汇区 新界西北部会递进其用 融合大湾区发展 北望神州连接两地的交通变得极为重要 一个北部都汇区会有五个铁路项目应运而生 目标构建一小时港深交通网络 港深西部铁路被政府形容为 项目亮点 临近深圳湾的刘福山会成为交通枢纽 经港深西部铁路及其他交通 汇集云朗区内四面八方的人流 连接深圳前海合作区 将香港边境发展成核心商务区 而港深西部铁路沿线 会深入夏村及洪水桥新发展区 带动两地人旅游 北部都汇区发展乘势而上 政府研究在下白泥 上白泥 刘福山道尖鼻嘴 新界自动捷运系统 另外上水和古东一带也会大力发展 新田摇身一变变成新田科技城 计划新增北黄县北延县 跨境铁路 贯穿新田 周投 港深创科园和新黄港口岸 以后过关就更轻松了 最后一个跨境铁路项目 会将东铁县大调整 政府研究将罗湖和文景都一带 改成商住用途 为了拉近新发展区和内地的序里 计划在东铁县罗湖和上水站之间 建新的罗湖南站 新有罗湖站就计划北移往深圳 发展当然要用尽地理优势 既然会加建罗湖南站 政府研究在延神北环县 连接罗湖南站 湘原围口岸 及边境地区的新市镇 一乘车就可以来往多个地方 日后跨境商贸 生活往来 畅通无阻 五个新铁路站项目建成之后 北部都会区四通八达 计划一公布 不少大型发展商已经看准机会 在区内兴建私人住宅 北部都会区预计最终提供约 91到93万个公司营住宅单位 其中优质铁路沿线物业 肯定全港可求 买一个少一个 想抢新一步 知道更多北部都会区的资讯 记得下载 立家阁手机程式 进二维码到我们的网站 留意北部都会区最新动态 祝你早着入市先机